欢迎收看第393期北京不敬音 昨天那期节目呢说请大家吃一个关于公子沈的米其林星级大餐 对吧 那么主菜肯定是公子沈啊 他的这个大瓜 那么头盘呢是鼎一峰和郭文贵 但是呢忘了给大家上甜品 我们今天呢上甜品 甜品呢首先呢先是要对昨天那期节目做一个补充 就是这个后来这个当事人Skier又给我留言 里面他说我有一个关键的细节没有交代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那我们今天我们说啊 就这个Skier跟这个黑中介 黑白中介他签了两份合同 对吧 那么之后他觉得不对劲 说要终止这个合同 不再不再进行下去了 大家可能听到这儿呢会觉得说 那你干嘛要签字啊 你签了字你等于是你违约 但是这里面呢有一个细节我没说清楚啊 就是实际上违约在先的是这个黑白中介 不是这个Skier 那么他们违约的点在哪呢 第一 合同里说了是要一次性支付这个条款 但实际上是要求他分三次支付 支付的这个方式上违约了对方 第二 里面呢合同里要求呢是写的是以离岸汇率来支付 有这么个条款 但实际上黑中介要求是按影子银行的汇率来支付 这是汇率方面的违约第二点 第三点最重要的是这是两份合同 他们实际上给拆开了 5000加币分别给黑中介2500和给白中介2500 那这是等于这样的 但是呢实际支付的时候 黑中介要求这个当事人Skier 把这5000加币全都给黑中介一访 那也就是说呢这是一个坑 如果Skier按照黑中介的这个要求这么打款了 那么他跟那个白中介签的那份合同里 他理应付给白中介的那2500加币 实际上这个Skier就没有办法按照这个合同来履行 那也就是说他跟白中介的这个合同 他就违约了 大家能够听明白这个逻辑吧 所以就说这个里面层层的这个圈套啊 实际上都是把这个Skier让你去陷于一个 你没有去履行合同啊 你违约的这么一个状态 然后他们呢是钱都收了 对吧 就是一切呢都是类似于一种黑箱操作 一种完全不合法的操作 这种黑白中介的这种连环套 那么这个东西呢 当Skier把这一套这个证据啊 这个事情全都发邮件告诉公子沈之后 公子沈回复给他的邮件里边 让这个Skier一下醒悟 昨天我也没说清楚啊 醒悟点在哪呢 就是公子沈的那个口气啊 完全是知情的口气 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是你 或者我 假设做这个生意啊 我介绍一个什么移民公司给大家 然后呢 他们实际上是这个黑白中介啊 有没有牌照违法 互相这个设套 阴阳合同啊 偷税搂税 这一套事情 他们在做的话 如果我不知情 假设我不知情 那么好 我介绍过去的 比如说呃 这个收看节目的你 那么你把这个这些东西都曝光 写邮件告诉我 那我肯定很吃惊 对吧 我给 我既然做了广告 然后他们是这么胡来 那我肯定很吃惊 我肯定要主持这个公道 我首先要向你道歉 因为是我推荐给你的 我向你道歉 然后我一定要向你保证 你放心 你这个钱肯定跑不了 我去跟他们去对质啊 我去管你要这个钱 应该是这么一个态度 但是公司什么不是 就非常轻描淡写的啊 对方已经同意推你钱了啊 包括后面 其实他所在意的是 这个Skier会不会 把他们这些事去曝光 他实际上是 藏在后面 是希望让这个黑中介 跟Skier谈妥 并且希望给他施压 让这个Skier去签署一个东西 就是我把钱退你 但是你要承诺 你不能够曝光我们这个事情 那么Skier后来一直坚持的是说 你要把我跟你这个黑中介 签的合同 以及我跟白中介 签的这两份合同 我签字 这合同你得还给我 对吧 你不能说你扣留了这个东西 他们当然想扣留 是为了封他的嘴 对吧 堵他的口 在这个地方去拉扯的时候 这个Skier终于觉醒了 他明白 其实公子审完全知道 这个黑中介跟白中介 整个这一套勾当 就是一个暗箱操作 就是不违法 就是违法的 不合法的 等于公子审完全知道 但是呢 他就是在配合 在配合演戏 在一起设套 在一起挣这个钱 这才是让Skier非常难过的 那因为他之前这么的信任公子审 这也是他最终 击破了他心里那套防线 他决定把这个公子审 以及黑白中介 这三方勾结的整个事情 全都曝光给大家的原因 所以从这点上 我应该是 把这个东西说明白了 对吧 那么这个东西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啊 有的人说呢 挣钱不寒碜 对吧 挣钱当然不寒碜 但是呢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你不能够是 以这种违法的方式去做 你不能够是 明明啊 你喊的是反共 我们为什么那么讨厌共产党呢 是因为共产党就 天天就在做这些暗箱操作的事情 就在做这些违法的事情 但是嘴上呢 他还要立牌坊 还要说的非常的好听 对吧 这是我们在 非常讨厌共产党的点 那么共产党天天在这反共 但实际上 那你如果真的是反共的话 你应该是坚决杜绝 坚决反对 共产党的所有的这种勾当 这种方式 那么你就要践行 你不能够去做这样的勾当 但实际呢 他为了挣钱 那么他跟这个黑白中介 他完全的知道啊 这黑中介没有拍照 他完全知道 这是套在一起 用两个中介的公司 再去跟人家 做这设这些套 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 呃 还有一个违法的点 就是你这种设套 那就就涉及了里面 肯定有这种偷税漏税的情况 当然这个 我不在这里下结论 呃 这个Scare会继续的去 去去去去告他们 对吧 那么一切呢 交由加拿大的法律 包括他这个移民监管单位啊 CICC由他们去审时啊 去这个判定 这里面到底有没有偷税漏税 然后包括有没有起更多的一些违法的行为 好 这个我们就讲到这啊 那么就是说 他们的这个吃相 比较难看 对吧 那么聊到吃相呢 其实就是我今天实际上想给大家上的甜品啊 就是我们想聊一聊吃相的问题 有一个 昨天呃 1月17号有一个中国墙内有一个新闻啊 特别有意思 中国不是有这种体育彩票吗 那么体育彩票里有一个东西叫排列三和排列五啊 那么排列五 我们就说排列五啊 排列三是从这个排列五里边截取三个出来的啊 我们今天聊这个排列五 排列五呢 是就五个数字啊 你要选五个数字 然后呢 一个去抽这个奖 那总共有多少种可能呢 从这个第一种可能啊 00000 五个零 到最后一种可能 99999 对吧 五个九 在这中间啊 你比如12345 对吧 什么12315 这些都可以出现这种可能 是不是 那么总共是十万种可能啊 那么 抽中这个头奖的就是十万分之一啊 那么你中了这个头奖啊 这些排列完全一样的话 你可以得多少奖金呢 十万块 这是这个中国题材这个排列五 昨天呢 题材开出了昨天的那一期啊 那个号是什么呢 是5555 五个五 很稀奇是吧 当然你从概率上来说 其实五个五和什么五个四啊 或者什么23456 就是任何一个号码 它的概率是一样的 都是十万分之一 但是呢 五个五还是挺不常见的 对吧 还是让人觉得这里面有作弊的嫌疑啊 当然我们不能从这个概率上去怀疑它作弊 我们有更多的一个证据啊 有多少人中这个奖呢 买了这个5555的啊 一共是5966注 5966注 那么按照十万 来这个发奖金的话啊 理论上应该发出去5.9亿 5.9亿的奖金应该支付出去 对吧 那么奖持 实际上 只有5.01亿 那也就是说你可以粗略的理解啊 奖持就五个亿 不够发 对吧 不够发怎么办呢 你就要把单注的这个 根据它这个规则啊 把这个单注的奖金从十万降下来 那么降到了多少呢 降到了84034元 那也就是昨天中奖的人啊 这个投奖的人 每年能拿到84034元 然后乘以这个5966注 然后就把这个目前的5.01亿的这个奖持 完全瓜分干净了 现在奖持归零 非常的蹊跷 对吧 实际上就是有人做局 然后把这个奖持全套空了 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历史上这个排列5 最多的一次中奖 这个投奖有多少人中呢 也不过才985注 历史上啊 985注 这一次中了5966注 也就是说只是一个百倍的这个零头 历史上最高的时候才500 才900多人中 这次5900多注中 那么非常有意思 是吧 实际上很好理解 就是有人要这个吃相非常难看的啊 要把这5亿资金套走 那么套走呢 很好算 对吧 中一注就是10万 那么我需要有5000注 就可以把这5亿资金全套走了 但是呢 你不能够那么的明显的5000注 我还得再多一点 因为说白了 你如果是6000注 也无所谓嘛 单注奖金下滑 这个总奖池 5亿肯定你都能拿走 所以你这边做局呢 你是5000注中呢 还是6000注中 或者1万注中 都无所谓 对吧 你最终的结果 单注多少钱 也因为都是你的 这5000多注都是你 你不好的局 最后钱都到你手里 所以你最后的结果 就是把这5亿套走 所以这个局 他不用非得做到5000整 那我相信 那他可能做了5000几百 是吧 5700八百 可能是这么一个数字 或者5400五百 不知道 那么实际上 可能也有人实际啊 不是这个局里面的 就是我真买的是这个 5跟5 我就纯粹图好玩 但是我觉得一般人 你买这个 最多买一注就可以了吧 就图个好玩 对吧 5个5 你不太寄希望于说 这5个5这种连号能够中 那么他们做局 为什么做了这么一个 吃相难看的 让人一看就觉得 非常假的5个5 就是因为他们也判定 那么会用5个5 实际啊 会用5个5来购买 这个彩票的人是少数 所以他选了这个数 那么跟他去瓜分 这个讲池的这个人 肯定就少 对吧 他不可能 就不会是大几百 八九百人 可能没准就两三百人啊 去买这个 实际买了这5个5 那这两三百人 每个人 8万 就给他们这个钱 就完了 那他实际上 还是可以套将近 5个亿的资金走的 那么这个就是 昨天在中国这个 彩票界啊 出现的一件 非常的吃相 非常难堪的事 所以从吃相上 我们今天分析啊 就是说任何一个事情啊 包括这个公资审这个事情 包括这个彩票的事情 那么我们都可以 包括中共干的很多事情啊 都有这个所谓吃相的问题 从吃相上 你可以分析 他这个事情 还有没有得继续搞 因为呢 但凡吃相还不错的人 他为了还要吃下一顿 他还要继续骗你 他不能够这一次吃相太难看了 一下让你击穿 对吧 所以呢 他还要去去维护自己这个吃相 啊 那么之前我们昨天那期节目讲的 公资审他们这件事 目前看来就是 他还要维持这个吃相 啊 所以这个人是最终没崩过啊 最终没谈妥 没有去施压成功 那么这个人把他爆出来了 他还要去用水军去 淹没掉这个人的信息 对吧 还要抹黑这个人啊 那么这还是他还顾全一点点吃相 因为他还要继续挣这个钱 那么中共也是 很多事情他要粉饰太平 对吧 我们知道昨天这些各种的这些去年的经济 这些数据啊 他还在造假统计局 就是他还在顾全一点吃相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 中共不是铁板一块 里面挣钱的人 你不能说啊 凡是体制内的 他们都是串通在一起 不是 对吧 有这么多的派系 有这么多的红色家庭 有这么多的相关的利益的公司 各有各挣钱的道 那么彩票这边就是其中一个道 那么这个道现在我们看到 什么时候你看到一个东西啊 他不顾吃相的时候 像昨天这个五个五啊 这种不顾吃相的时候 就说明这堂事情已经难以为继了 就是他已经准备完全的 卷钱跑路了 那么这样的事情会在中共那个体制内 会在中国墙内会越来越多 就是很多的有一些红色家庭 有一些过去的吃相喝辣的一些行业 有一些公司 他都会到某一个点上 他会判断说 哎呦不行了啊 这个事情不能够再继续了 我得收网了啊 我得走了 像昨天这样 这五亿我得带走了 我得洗出来了 那他就会最后这一票干的 就会非常的没有吃相 因为不在乎 因为没有吃相的时候 才能够利益最大化 这就是昨天我们在这看到的事情 以后这也是一个点 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可以从吃相上去判断 那个中共的那个经济的一些行业 或者一些领域 是不是要崩了 可以从吃相上去判断 好感谢收看订阅点赞